中共商務部官員近日公開聲稱 中國企業的訂單流出 和產業外遷規模可控 影響有限 但上海一名外商投資方面的專家則表示 這幾年外商對中國的投資意願已下降 上海的疫情風控對外資的影響 是30年來最嚴重 6月9日 特斯拉取消了原定於6月16日、26日和30日的三場 在中國舉行的直播招聘活動 而6月初 上海政府已召開兩場外資企業視頻援卓會議 其中第二場援卓會議中 包含特斯拉在內的6家外資車企高管 雖然特斯拉未給出取消線上招聘活動的理由 但外界在猜測特斯拉 是否會削減在華投資計劃的同時 亦在疑惑上海政府針對外企召開的原卓會議 或者對賺外資並未起多大實質性作用 儘管中共黨媒《解放日報》稱 在戶外企高管於原卓會議上表示 對上海及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 外企貢獻上海約五分之一就業機會 上海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 以於2021年年末達到831家 研發中心達到506家 但在經歷兩個多月的嚴厲封城後 不少企業決定撤離中國 據大陸媒體網易報導 2022年4月 美國半導體供應商 《安心美》宣布關閉位於上海的全球配送中心 並將相關業務遷往新加坡 《香港明報》也在2022年4月17日的報導中稱 日本駐上海總領事赤松壽一 曾致涵上海副市長並表示 上海的日資企業經營 受嚴苛防疫政策影響 很可能不得不將生產製造 轉移到其他國家和地區 上海已允許所有企業 自6月1日開始復工 但常態化防疫政策 還是比很多企業的生產經營 帶來不少的負面影響 所有人需出示72小時核酸報告 才可以乘坐公共交通 而有些人員還被隔離中 根本不可能回公司 復工 但是不達產 人還未到齊 一家企業生產經理 在內部會議中 無奈地說到 清零政策 嚴重影響中國經營環境 這個亦令外商體會到 在中國運營 所面臨的來自於政策層面 和監督層面的巨大不確定性 不少企業的管理層 無法確定員工 何時又被拉去隔離 一兩個月後 是否會再來一次 這麼嚴厲的封城 如何做合理的經營和投資安排 著實令他們感到頭痛 據美國之音報道 中國英國商會 在5月31日表示 不確定性損害了商業信心 在對600多名會員的調查中 74%的公司 受到中國清零政策的嚴重影響 近一半公司推遲了投資計劃 在此之前 中國美國商會 在5月9日 發布的調查亦顯示相似的結果 52%的企業 表示已經推遲 說減少在華投資 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 4月份調查失業率 上升至6.1% 創2020年3月以來新高 16至24歲青年斷人群 失業率為18.2% 創有統計紀錄以來最高 中共統計局公布5月PMI為48.4% 雖高於4月份的42.7% 但經濟情況 並不止中共統計局 新聞稿內所講述的 製造業總體景氣水平有所改善 而是經濟情況較4月份 還在進一步收縮 實體經濟再萎縮 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 獲得的資金額 列除資下滑 2022年4月 社會融資額規模 比去年同期減少一半 同時財政收入也銳減 削弱了北京當局利用財政政策 來支持經濟的能力 據大陸媒體《財新》報導 2022年4月 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 較上年同期 大幅下滑41.3% 約扣除樓底退稅因素後 財政收入也下降5.9% 面對疲弱的宏觀經濟數據 企業管理層很難預測 未來的市場需求 會帶來合理的投資回報率 蔣天明表示 2020年初疫情大爆發 並未打擊企業的信心 在他的調言中 大多數企業表述都類似 這一段疫情過後 我們的生產和投資進度 很快會跟上來 整個市場 也形成一個即使短時間內 經濟出現下滑 但會有一個強而有力復甦的預期 而2022年則大不相同 在經歷此次嚴厲清零風控後 他接觸到很多 中國企業管理層 在調言中門內表示 政府政策不確定性很強 今年很難完成生產指標 6月1日 被關在家整整兩個月的 外企高管留女士 首次走出家門 站在街頭上 隨手拍了一張冷清的街景 並發在自己社交媒體上稱 上海沒有恢復往日生機 亦再回不去了 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 日前舉辦了一個視頻研討會 討論如何看待當前部分 中外企業向外遷移話題 上海市外商投資協會會長黃峰表示 此次上海疫情 對外商投資企業 造成的影響是過去30年史前無禮 影響非常大 黃峰表示 最近幾年 儘管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 一直在增長 但增長背後 跨國公司對中國的投資意願 實際上已經下降 就企業外遷問題 黃峰表示 勞動物集營企業的轉移 是一個趨勢 另一類是資本 和技術物集營企業 如果這部分企業 因供應鏈 及其他一些政治因素等原因 向外轉移 將對中國的經濟帶來 非常大的影響 我們說三輛馬車 正出口 對經濟的貢獻在疫情之後 是非常明顯 黃峰表示 實際上疫情之前幾年 正出口對經濟的貢獻是負的 如果貢獻出口這部分 外資企業再轉移的話 對我們的影響會非常大 包括就業等等 中共官方也承認 中國企業存在訂單流出 和產業外遷的現象 6月8日 中共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 中共商務部 對外貿易司司長李興乾稱 在新一輪疫情下 中國部分行業 存在訂單流出 和產業外遷的現象 他還聲稱 這些訂單流出的規模可控 影響有限 部分產業的外遷 符合經濟規律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於6月6日到交通運輸部考察 並主持召開座談會 中共喉舌媒體新華社 和央視網都在次日發布了新聞通告 但央視網將李克強的講話 進行大幅刪減 刪除的都是 關於中國經濟出問題的相關言論 兩篇通稿的開頭第一段內容 一字不差 從第二段開始 央視網大幅刪除了 李克強講話的細節 第二段中 兩者都對李克強 在交通指揮調度中心 視察情況進行報導 新華社的通告稱 有港口負責人匯報 目前貨物吞吐量恢復提升較快 但還未達到正常水平 央視網則將此具整具刪除 央視網刪除的內容 還包括李克強要求交通部門 著力解決一些地方存在的通而不暢問題 防止層層加碼一刀切等話 在加強交通基礎設施 和現代物流體系建設方面 央視網也刪除了 不過李克強要求優化審批流程 強化用地等要素保障 能開的要盡開早開等話 以及他提到要打造市場化 法治化 國際化營商環境 增強經濟發展活力等語句 中共官方喉舌媒體 此前曾大事吹捧 稱中共的動態清零政策 為中國和世界經濟 帶來了更大確定性 國際市場研究機構 標普全球 曾在5月6日發布的報告中表示 中共的清零封城措施 和俄乎戰爭 拖累了全球經濟增長 並將通脹推至新高